大家好 今天是1月13日 星期四收市之後 恒生紫水過去幾天五年羊 升了超過一千點 但當然大家都猜到我說什麼 跌浪反彈 因為很簡單 十月的反彈有黃金交叉 今次的反彈沒有黃金交叉 即是比上次還要羊 其實講了好幾個星期 不過在跌浪反彈 又不可以完全去排除它 彈一下又多些 彈一下又多些 因為譬如我給出兩個指標 第一23700去彈一下過了 好 接著看24800 今天當然未到24500附近 接著回 斷腩 五年羊之後斷腩 會不會彈到二四八就回頭 又不要那麼容易去腩 因為始終是休息 成交縮 陰燭不多 我覺得如果這一浪 如果回頭穿回24000 就彈完 24000穿回就彈完 但如果不回穿的話 確實是還有機會去到24800 當然撈貨或者持貨的首要 標的一定不是那些 弱勢 空頭軍線 醫藥 收物科技 科技等等 不是 大家都明白一些金融 銀行股份 哪管是匯控 一些內銀 很強勢 為大家去推介一對 都是匯控和油儲行 各有各破位 其中油儲行也破了歷史頂 繼續留意 還有金融股以外 一些能源股 好像煤炭 石油 應該都會當炒 因為始終資金 從一些增長型的板塊 來到價值板塊 金融 能源股都會受惠